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令人飘飘欲仙 却又欲罢不能 为什么说有些物质是合法的 而有一些又是非法的 为什么说一切成瘾都是灾难 接下来将从四个方面进行讲解 第一 什么是成瘾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 快乐和痛苦总是相互依存的 从本子上讲 追求快乐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力之一 而且是完全正常的 享乐能够帮助人们抵抗无聊 沮丧和冷漠 所以说呢 人们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成瘾物质 这种物质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样吗 不一样 它可瞬间改变我们的主观感受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感受呢 第一 让你感觉好一点 第二 让你觉得没什么痛苦 第三 觉得自己强壮起来了 但是呢 成瘾物质在带来快感的同时呢 也是对一个人控制力的破坏 对你的意志力的摧毁 最后 一个人会成为物质的奴隶 这时的行为就称为成瘾行为 显然 这种主观追求快感的行为 是具有破坏性的 正因为如此 全世界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民族 对成瘾的认识经历了五个阶段 首先 认为它是获取快乐的奢侈品 其次 认为它是治疗疾病的药物 第三 经历了败坏道德的魔鬼 第四 认为它是意志力薄弱的表现 最后 现代的科学认为 成瘾 它是一种慢性肤发性的脑病 好 我们来讲一下 什么是成瘾行为 addiction 在医学中呢 又称为物质依赖 drug dependence 它是一种反复使用 一种或多种成瘾物质之后 出现的一系列的 心理 生理 和行为变化的综合征 显然 它是具有一些特征的 第一 首先是一个人耐受的变化 必须增加量 才能够获得原来的效果 第二 是人们的控制力下降了 以喝酒为例 本来以为只喝一杯 但是呢 喝了一杯以后 觉得不够 还要喝第二杯 接着第三杯 第四杯 喝到不醉不归 第三 不顾危险后果 尽管知道它有害 但是呢 不管它了 第四 对成瘾物质的使用 欲罢不能 这个时候 在医学中就称为 强制性的使用 在使用成瘾物质的过程中 非法成瘾物质的使用 述称为吸毒 那么我们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呢 注意 这里的吸毒打了一个引号 人们最早开始使用它 是为了获取一种感觉 去帮助我们克服一些困难 研究认为 人们最早使用毒品是在五千多年前 它是从一些植物 比如说仙人掌 龙舍兰等植物中提取出来的 是一种置换作用 主要是用在猎手的时候 醒脑 提神 以及在宗教活动中 去获取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2008年 考古学家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岛上 发现了一个古怪的装置 这种装置 它是陶制的碗和碟 以及盛放毒品的器皿和管制组成的 研究认为 这正是公元前 人们开始使用的吸毒装置 它使用的毒品是一种自换剂 主要是从植物含羞草中提取的 那么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追求不受痛楚 拥有健康 要享受快乐 在一定程度上 人们还认可对一期合同 或者娱乐产生依赖 比如说游戏成瘾 打牌 看球赛 做活动 开party 看电视 买彩票 不少的活动 都使用着广义的鸦片 比如说一个人喝茶成瘾 有咖啡瘾 有烟瘾 有酒瘾 甚至还有新人有毒瘾 有信瘾等等 各种的瘾癖 有个别的人 他们使用止痛药物 去饮酒 使用安非他命 以及冒更大的风险 去尝试迷幻药 麻醉药品等等 那么去获取开感 去强制性的使用 所以呢 成瘾行为 它是非常复杂的 它包含了两层意识 总结起来 第一 是心理上 对成瘾物质的依赖 第二 是我们的生理上 对成瘾物质的依赖 心理行为是成瘾行为中最重要的特征 它表现在人们对使用物质非常强烈的一种渴求 这种现象在使用的早期是最明显的 到了后来 人们即使想停 也停不下来 这个时候 这种欲罢不能的行为 就称为强制性的用药 这种行为 就称为心理应代 另外的特征呢 就称为生理应代 它是人们的身体 对毒品产生了适应性的变化 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 适应了高浓度的成瘾的物质 一旦停用 我们的身体会非常的难受 甚至呢 会出现生命的危险 比如海洛因成瘾 酒精成瘾 它的生理依赖都非常的明显 一旦停用 会出现明显的生理反应 疼痛 烦躁 恶心 呕吐 抽搐 甚至死亡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看到了 这是一位海洛因依赖的案例 非常美丽的女孩小丽 她在一次party中 认识了一群朋友 大家就劝她用一下吧 用了以后 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小丽用了一次 后来又接着用了一次两次 到一个月以后 小丽就觉得不对了 她不用身体就不舒服 全身的皮肤会出现出汗 发痒 心里会发慌 全身疼痛 非常的难受 然后这个时候 心里就特别想再用一下这个东西 那么人们就告诉她 好了 小丽 礼上路了 礼上靠了 小丽 从此就走上了吸毒这条路 她刚开始 只是烫吸就够了 之后烫吸不够了 她必须要去注射毒品 这个时候 小丽非常痛苦 她经常在找不到毒品的时候 经历非常难受的阶段反应 同时呢 长期的吸毒 使小丽 全身的健康情况 严重下降 消瘦 还出现了全身的感染 最后 她还感染了艾滋病 想丽 想停下了 但是 她停不下来 最后 她就只有求助 医学的帮助 那么 在全世界 到底有多少人吸毒呢 根据最新的 2017年 国际马管局的报告 在全球人口中呢 大部分的人 从来不用成瘾物质 而只有5%的人 尝试使用过成瘾的物质 其中呢 大约只有0.5%的人 在使用成瘾物质之后呢 逐步加重 最后到了严重成瘾的状态 在我国有多少人呢 我们来看 来看这张图 这是我国 禁毒办公室 从1990年 到最近 一直在登记的 公布再测的 吸毒的人数 我们看到了 这个人数 在逐年的增加 终上 成瘾行为 是人们反复 长期使用一种 或多种物质之后呢 形成的一种 强制性的行为 它包含了 生理上的依赖 心理上的依赖 一个人 他的使用量 在增加 控制力在下降 最后 不顾行为的后果 它就叫成瘾 我们现在讲第二部分 哪些物质 能够导致成瘾呢 能够导致成瘾的物质 又称为精神活性物质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简称为物质 或者药物 drugs 它是指来源于体外的 能够改变一个人的 心理状态的 包括一个人的情绪 他的认知和行为 这种感觉在初期 是美好的 瞬间达到快感 吸毒者一般把它 称为上头 所以在最初呢 都是为了这种感觉去的 那么这一类的物质 就称为精神活性物质 在我们的世界中 到底有多少成瘾物质呢 好 我们来看这张表 WHO总结了九大类的成瘾物质 我们看到了各种的酒类 诸如兴奋剂 比如说咖啡因 咖啡因在人类世界中 是流行最广泛的一种成瘾物质 很多饮料 比如说喝的咖啡 茶软饮料 一些正经剂 都含有咖啡因 另外大麻 可卡因 自换剂 吸入剂 还有烟草 以及大名鼎鼎的阿片类 我们来看到 另外一类就是PCP 本环戟派定 它是自换剂 还包括现在流行的绿胺酮 另外 在医学中广泛使用的正经催眠药 比如说安定类 巴比托类 都属于精神活性物质 所以说呢 有人把它简单总结了一下 一类叫成瘾三大中 包括了烟草 酒精 咖啡因 这些物质是在日常生活中 广泛使用的 另一类称为三小中 包括了亚片 大麻 骨科叶 它是极少数人使用的 这些都属于违禁的物品 显然 那么使用这些物质呢 就称为吸毒 它在不同的国家 和不同的地区 都有相关的一些规定 那么这些物质 它都具有药品的特性 这一类的药品呢 就称为麻醉药品 或者精神药品 在不同的国家 都有相应的政策 来进行管理 把它分为一类精神药品 和二类精神药品 那么在医学中呢 比如我们手术之后 要使用正痛的药物 我们睡不着觉的时候 要使用正经催眠药物 在咳嗽的时候 要使用正咳的药物 对于儿童 比如说 它有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 就得使用兴奋剂 那么这些的药物 在医生的开具下 它就是合法的 叫一类的精神药物 或者是二类的精神药物 但是如果一个人 他不是由医生开具的去使用 非医疗目的的去使用 那这个时候 它的这种用药行为 就称为吸毒 所以说呢 精神物质 它具有双重的特性 一方面 它可以治疗疾病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 比如说 用来镇静 镇痛 用来作为兴奋剂 用来作为催眠 那这个时候呢 它是合法的 如果说去使用非法的一些物质 比如说 马非 使用海洛因 使用大麻 使用可卡因 那这些在各个国家 都是属于是违反的 违禁的 那这个时候的行为 就是吸毒 当然不同的国家 它的国策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 酒精在俄罗斯 它就是属于管制的 如果一个人 违反规定去使用它 它的行为 就属于是违反法律法规的 那么 具有强大的精神活性的 能够导致严重成瘾的 而且没有医疗使用价值的 这一类精神活性物质呢 它在国际上是有公约 以及在我国也有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管理法 来进行管理的 这么多的精神活性物质 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它呢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可以按照药理学的特性 来认识它 在药理学中呢 它可以分为四个大类 一类是对中枢具有抑制作用的 比如说它能够引起症痛 能够症静 那么它的代表的药物 就包括了 阿片类 酒精 巴比托类 和粉二蛋酌类 这个是第一类 第二类呢 是对我们的中枢 起一个兴奋作用的 它包括了本饼胺类 比如说现在在社会中流行的 冰毒摇头丸 以及在北美洲 南美洲广泛流行的格卡因 要注意烟草 这种广泛使用的 特别是在我国 我国是第一大烟草消费国 那么它是属于是一种兴奋剂 含咖啡因的饮料 比如说咖啡 它也属于兴奋剂 第三个大类 那么就是比较厉害的 它主要以产生幻觉为主 那么包括了什么呢 像大麻 麦角 二仪仙 本环戟 派定等等 以及现在流行的绿安酮 这些都以产生幻觉为主 叫置幻剂 最后一类 第四大类 就是挥发性的溶剂 包括了丙酮 四路化碳 溶煤 这一类物质在青少年中流行率比较高 所以我们说呢 成瘾物质在一定的时期 它是药品 而在另一个时期呢 它就变成了毒品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大家来看 这是一片美丽的荫树花凯 荫树的原产地是西亚地区 有文字记载的 人类制作鸦片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 埃及的第一部的药物字 埃斯伯紫草书 在我国是公元三世纪 自六世纪的六朝期间传入进来的 当时有一定的种植 但是呢 并不广泛 在唐朝宋朝都作为国外的共品 当时称为迪野家 认为它是西方古代的灵丹妙药 当时呢 可以用来治疗 立即引起的腐泻 可以治疗肺结核引起的咳嗽 以及解除中毒等等 从我国元朝开始 中医对因素的副作用 有初步的认识 当时呢 就建议一定要慎用 从明朝开始 中国自己开始制作鸦片 但是呢 最厉害的是清朝初年 大家一定知道 鸦片战争 那个时候的鸦片 是作为进口的药材 要征关税的 每年进口的鸦片 多达四万余箱 约四百万斤 这个时候 稀释鸦片 在中国已经流行泛滥 所以在那个时候 中国人也被称为东亚病夫 好了 这么多的成瘾物质 那么 它们的成瘾的严重度 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它是有区分的 成瘾的物质 产生的作用呢 要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 是它产生的愉悦度的程度 有区别 第二 是它产生心理依赖的程度 有区别 第三个区别呢 是它在生理上的依赖性 有区别 那么综合三个方面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均分 大家看到这张表 那么均分最高的是海洛因 所以呢 海洛因 它是万毒之王 第二是可卡因 这个主要在北美洲 南美洲流行 但是注意 目前在我国也开始流行了 第三是酒精 酒精在我国是一种正常的商品 大家用钱就可以买得到 但是它是排名第三的精神活性物质 第四是巴比陀类 巴比陀类在目前的医学中 已经限定用来治疗癫痫 以及部分的症静 排名第五的是本二氮灼类 所以人们对这个药既想用它 但是呢 又恐惧它的成瘾 所以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 第六类是安非他命类 包括目前流行的冰毒摇头丸 都属于这一类的药品 第七大类呢 是大麻 注意 大麻呢 目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是一定程度的合法使用 但是在我国是禁绝使用的 第八是摇头丸 第九是自换剂 LSD 导致成瘾的物质 它的特征就是使用之后 产生一种特殊的愉悦感 影响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生理状态 它给人们带来快感的同时 是导致一个人的行为的失控 那么在医学中呢 按照它的药理学的特征 分为了四个大类 一类是镇静类的 一类是兴奋剂类的 第三类是自换型的 第四类呢 它是挥乏性的溶剂 那么要注意成瘾的物质 它具有双重性 一方面它是作为药品存在的 由国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法 进行管制 另外一类是没有医学价值的 那么静觉使用的 好 这些就是成瘾物质的特征 第三 成瘾物质会导致人体哪些改变呢 在成瘾物质使用的过程中 最容易导致的 而且也是早期最容易发生的是 急性中毒 Acute Deintoxication 它是在使用活性物质之后呢 一次使用超过一个人 本身能够耐受的量 就会出现一个人的神智 认知 认知 知觉 情绪和行为的明显的紊乱 中毒的反应呢 因药而异 不同的成瘾物质 它的中毒反应差别有很大 比如说 酒精的急性中毒 就是通常人们说的醉酒 而鸦片的急性中毒 会导致一个人快速的死亡 急性中毒 它是一种短暂的现象 如果及时治疗 马上停用 中毒的效应可以逐渐的消失 但是如果在中毒的过程中 没有及时治疗 或者毒性过重 那么会导致一个人出现意识障碍 昏迷 抽搐 甚至死亡 所以呢 在急性中毒的出现 我们要掌握几个要点 第一 一个人使用活性物质的量 超量的 第二 它是一种短暂的状态 如果一个人停止使用 它是可以消除的 第三 在急性中毒中 一定要注意 避免出现其他的病发症 比如说 当一个人昏迷的时候 要避免发生雾息 出现的一些呼吸窒息的严重后果 不同的成瘾物质 它的急性中毒表现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酒精中毒 酒精它是一种正经性的物质 在低激量的情况下呢 它可以使人兴奋 而超过一定的量 它的抑制作用会非常明显 对我们大脑的抑制会导致出现昏迷 甚至死亡 那么兴奋剂的中毒呢 比如说本炳胺内的摇头丸 冰毒 它的急性中毒会使一个人变得过分的警觉 出现精神方面的焦虑 紧张 害怕 甚至会出现精神病性的表现 还会出现身体的反应 这一点非常重要 兴奋剂的急性中毒会出现 心动过速 瞳孔扩大 血压升高 兴奋 意识障碍 甚至会出现肝肾功能衰竭 甚至死亡 那么还有 长期使用活性物质会导致一个人怎么变化呢 首先是耐受性的变化 Tolerance 所谓太受性的变化呢 是指一个人长期反复使用以后呢 它的量效关系出现了变化 最初使用的量 有效的那个量呢 到后期就没效了 如果要达到有效 那么它就得加量 这个呢 就叫做耐受 所以呢 一个人产生耐受 是它产生依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 也要注意耐受它是可力的 当一个人停止使用 不再去吸毒了 它的耐受性就会下降 一个人长期使用活性物质之后呢 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它带来的药物依赖 那么药物依赖 它是一个程度上的变化的过程 最初的使用叫有害性使用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量比较大 同时也会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 比如说喝酒的人 它酒喝多了 会出现什么呢 量畅出现急性中毒 甚至会出现酒驾 导致交通事故 甚至呢 会出现打架斗殴 影响社会治安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些 明显的阶段的表现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使用呢 它是一种叫有害性的使用 Hardful Use 如果再接着用下去 这个时候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它会变成什么呢 离不开这个东西 因为它一旦不用的话 身体会产生反应 那么离不开的现象 就叫Drag Dependence 药物依赖的综合征 依赖综合征呢 那么对一个人来说 它有几个表现 第一 它停不下来了 它必须要用 因为它一旦不用呢 身体会产生这样一段的反应 身体不舒服 所以它就必须得接着用下去 这个时候 它的行为就是什么 必须到处去找这个药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叫强制性的迷药行为 对人来说 这个时候会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 会导致一个人 为了要去搞到 他所想要的这个毒品 或者是其他的精神药品 他会怎么样 去撒谎 去偷强 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就会带来一些社会的危害的一些后果 那么在依赖中呢 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这个依赖的行为 一个叫精神依赖性 精神依赖性的特征 是对物质的使用 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渴望 那么这种渴望 在英文中叫craven 在craven的情况下 一个人他这个时候 为了要去找这个东西 他是不顾后果的 他的行为就会失控 第二个依赖 我们要注意 它是一种身体上的依赖表现 比如说一个长期喝酒的人 他的身体就适应了 很高浓度的酒精 那么他一般来说 会变成连续不断的要喝酒 甚至呢 有些人会从早到晚都需要喝酒 而一旦停用 就会出现什么 手抖 心慌 还有出汗 甚至会抽搐 这些阶段反应 有阶段反应 是身体形成依赖的 一个特征性的一个表现 那么在所有的活性物质中呢 所有的物质它都具有心理上的一个依赖 而有些物质呢 它是心理依赖特别强 身体上的依赖比较弱一些 比如说兴奋剂 像冰毒摇头丸这一类的兴奋剂的活性物质 它的身体依赖性就比较小 而它的心理依赖性是非常的强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会导致一些人产生误解 它认为去使用冰毒 去使用摇头丸 身体上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反应 它觉得不成瘾 而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一种误解 好 那么这张表中我们就看到了 像兴奋剂 可卡因 自幻剂 它的精神的依赖性是很强的 而酒精 镇静催眠药 这一类的抑制剂 它的精神依赖性是两个家稍微弱一些 那么从躯体依赖性来看呢 酒精 镇静催眠药 麻醉剂 它的依赖性就特别的强 而兴奋剂类的像 本炳安 可卡因 它的躯体依赖性比较小 那么另外一类像自幻剂 它带来的躯体依赖性是非常的弱的 大麻也很弱 那么身体依赖性弱的 这一类的物质 给我们身体带来的阶段的反应 就比较小一些 当一个人反复使用物质成瘾之后 一旦停用 就会出现阶段综合征 withdrawn syndrome 我们刚才在生理依赖综合征中 提到了阶段反应 所谓阶段反应呢 是指一个人长期大剂量的 使用活性物质之后 它在相对的或者绝对的减少使用的情况下 它出现的一系列的身体的反应 那么这个症状 它跟物质本身的药理作用是相反的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阿片类的成瘾之后 它的阶段表现是怎么样的呢 阿片类物质它本身具有 症静 症痛 止泻 症克的作用 那么当它阶段的时候就会出现 烦躁 兴奋 血压升高 全身疼痛 甚至会出现撞墙 自杀这样的过急的行为 兴奋剂的阶段表现又是怎么样的呢 兴奋剂由于它的躯体依赖性相对比较小 主要是心理的依赖性 所以在阶段过程中 它主要表现为乏力 萎靡 抑郁 睡眠时间延长 过度的饮食等等 还要注意 那么阶段症状呢 一般来说它具有一定的时间性 它在停药的一段时间内 会出现这个表现 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 它会自动的消退 但是一定要注意 它的这个时间呢 对于一些物质来说 是具有高度的危险性的 那么主要表现为 症静内的精神活性物质 它的阶段症状非常的重 这个跟它的躯体依赖性相关的 比如说酒精 本二蛋酌类 八比妥类 它的阶段症状就非常的严重 会出现 比如说像抽搐 昏迷 甚至死亡这样的表现 那么阶段症状要注意 由于它的痛苦性 它的严重性 常常会给成因者 带来觉得不能忍受的 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相反来说 会促使一个成因者 重新走上吸毒的这条道路 那么成因还会导致一个人 出现精神病的表现 一个人长期使用活性物质之后呢 特别是兴奋剂 自幻剧这一类的物质 会导致一个人出现很生动的幻觉 他会看到或者听到我们常人 所不能感受到的那些东西 那么这个就叫幻觉 还会出现一些偏执的想法 他并没有事实根据 比如说他凭空就会觉得 有人跟踪他 有人要整他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说 他产生了一些精神病的表现 出现了听幻觉 思幻觉 或者是被害妄想 那么这些精神病的表现 一般是在使用物质的过程中出现的 当他停用以后呢 一般来说还会持续一到六个月 那么要注意 有些物质 比如说兴奋剂这一类的物质 它引起的精神病的一些表现 它还跟它使用的量有关系 使用的量越大 使用的时间更长 那么它出现的精神病的表现 也会更长 要注意 长期使用精神活性物质呢 会带来我们大脑中的 一个严重的表现 就是影响我们的认知 近期呢 会导致记忆力的下降 远期会出现遗忘 甚至是痴呆的表现 那么在遗忘中呢 最有特征性的 就是对最近发生的事情记不住了 这个在医学中呢 把它称为近视遗忘 近视遗忘 是它发生记忆下降的 一个特征性的一个表现 那么要注意 就是关于痴呆的问题 在痴呆综合针中 它的最危险的因素 就是使用物质 其中呢 最多的物质就是酒精 所以一定要对使用酒精 产生高度的一个警觉性 那么长期使用精神活性物质之后呢 它还会出现一类 非常长时间的精神病性的障碍 那么这种精神病性的障碍呢 我们把它称为残留型的精神病的表现 特别是在喝酒的人 一旦停止喝酒以后 会出现阶段 同时也会出现一个 比较长期的精神病的表现 那么这个精神病呢 就称为Kosakov精神病 会导致一个人出现明显的幻觉 被害妄想等等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长期使用活性物质呢 常常会形成一种叫 多药滥用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会使用多种的药物呢 对于成因者来讲 常常他为了更加的体会到 他的药物的作用 或者是说他要用一种药来压抑 一种药的不良反应 他就需要去合用 所以一般来说 他强化原来的作用 或者是抑制原来的作用的情况下 他就会去合用 那么合用呢 特别是在青少年 他们经常是团伙性的 形成一个朋友圈 吸毒的朋友圈 大家相互的模仿 这种危害特别的大 那么在多药滥用中 要注意它有几种形式 一种呢是单一使用某种物质 它其中呢 它可能是说 它以为它用了一种 但是呢 其中包含了多种的药物 要注意 毒品这样一种东西 在国内和国际 都没有质量标准 也没有国家的一个监测部门 去看它的成分 所以有些人他认为 他只使用了一种物质 但实际上呢 中间包含了多种的成瘾的物质 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他同时使用两种的药物 比如说一个人他先喝酒 接着呢 再服用本二蛋着类 安定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 第三种情况就是交叉使用 多种药物的滥用呢 显然它的毒性作用更强 治疗起来也会变得更加的复杂 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 刚才提到了 使用精神活性物质 它会对我们的身体 会出现的一些反应 我们再来看一下 会出现哪些反应 第一会出现耐受 其次呢 会出现急性中毒 接着就是依赖 然后就是戒断症状 那么在用下去以后 会出现精神病的表现 会出现记忆的下降 会出现痴呆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使用活性物质 要注意到 它是一个从轻到重的这个过程 我们来看这张图 以酒精为例 在早期呢 常常它可能是一种 治疗性的 友谊的使用 比如说去喝一些药酒 去喝一些抢壮酒 他认为这个对他来说 有一些治疗作用 然后呢 就是一种娱乐性的 社交性的使用 在这个过程中 常常会出现什么呢 过量的饮酒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急性中毒 就会出现醉酒 如果说他这个时候再继续喝下去 那么到了几个月 甚至几年之后呢 他就会出现有害性的使用 那么他经常大量性的饮酒 经常会伴随着醉酒 经常会伴随着醉酒之后 出现的一些危害 比如说酒驾 比如说打架斗殴 比如说影响到身体的一些健康 如果说这个人一个能够刹车 能够不去喝酒 那么他这个时候的危害就会终止 但是如果再喝下去 那么接下来的情况 那就是酒精的依赖 酒精一旦形成依赖 那这个时候 他就是想停也停不下来 这个时候 他要戒断的话 他就必须去找医生 总结一下 成瘾物质进入人体之后 它会带来我们身体一系列的反应 首先可能出现急性中毒 接下来可能出现成瘾的表现 再往后就是戒断 长期反复使用之后 会形成依赖 在依赖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第一 精神病的表现 第二 对神经系统方面的损伤 包括记忆 痴呆 这样的表现 最后呢 还会出现长期的精神疾病的表现 有些药物还会导致身体上出现 大量的躯体疾病的表现 接下来我们学习成瘾行为的危害后果 如果说吸毒会让一个人感觉很好 那么它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吸毒的初衷 它是为了获取愉悦 为了获得好的感觉 当然也有很多人最初是觉得难受的 那么感觉到难受的这部分人 他就不会往下走 感觉到舒服的这一部分人 他就会继续地用下去 而随着一个人持续地使用精神活性物质 这个时候 他的大脑就发生了变化 他大脑中的犒赏中枢出现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药物就会接管他的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只有觉得吸毒才会感觉到快乐 生活中其他的活动都没有兴趣了 没有兴趣去做其他的事情 如果他要感觉到正常 他就必须接着去使用活性物质 那这个时候 他就陷入了一种深渊 他的生活就变得跟以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有成瘾的物质 即便是相对温和的物质或者药物 比如说喝酒 比如说抽烟 那么他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要注意到精神活性物质会导致所有的年龄的人都会受到药物滥用和成瘾的危害后果 举一个例子 如果一个成年女性 她有物质滥用的问题 在怀孕的时候继续使用精神活性物质 那么他的胎儿在子宫中就接触到了活性物质 在子宫中他的婴儿就开始吸毒了 而这个婴儿一旦出生就会出现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的阶段表现 那么这个时候的毒无的接触或者吸毒就称为早期的暴露 这对这个小孩今后的成长和大脑的发育都会受到障碍 而这种小孩成长为青少年之后 常常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业 成绩差甚至辍学 青年女性还可能出现意外的风险怀孕 暴力和传染病的风险 对一个成年人来讲 使用毒品之后 他的工作能力会下降 他的思考 情绪控制 家庭关系 朋友 人际关系 来自工作表现都会受到影响 在一个家庭中 如果一个父母 他吸毒 往往意味着怎么 他们的家庭混乱 家庭会经常出现吵闹 出现应急 出现经济困难 家庭中充满了不安 那这个时候呢 吸毒者家庭的子女 经常会受到虐待或者护视 在这个时候 这个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小孩 常常就会出现 心生方面的严重的后果 对一个个体来讲 吸毒成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那么这个在医学中 他们会出现身体的各个器官系统的表现 一类似身体的疾病 以饮酒为例 会导致出现大约65种的躯体疾病 从心脑血管 消化系统 神经系统 免疫等等 都会出现问题 癌症也是非常容易出现的一种病症 但一个人成瘾之后 还会伤害到其他人 伤害到他的家庭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问题就不仅是个人的健康问题 也会对他人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产前暴露 胎儿的健康问题 那么母亲怀孕 他的新生儿就是海洛因婴儿 那这个时候出生就会出现这一段的症状 那么以烟草为例 一个抽烟的人 他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什么 二手烟的问题 吸入二手烟 这个时候 它会导致吸入大量的有害的物质 对人体的健康非常有害 特别是对儿童和青少年 在2006年的报告中显示 非随意地接触烟草的烟雾 无意识地接触二手烟 会增加一个非吸烟者的心脏病 和肺癌的发生风险 分别会提高到25%到30%的百分点 所以这个的话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对于公众的影响 还表现为增加了传染病的传播 这其中特别是注射使用毒品 注射使用海洛因 可卡因 甲基本饼胺 会导致艾滋病的传播 那么由统计数据显示 在新增的艾滋病的病例中 大约有12%是由于吸湿毒品 所造成的 那么另外一个传染病 就是丙型肝炎 这个也是在注射毒品中间的传播的 另外在传播方面 跟药物的使用中导致的急性中毒 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在急性中毒期间 一个人的行为 他的心理状况受到的严重影响 会出现很多风险的危险的行为 那么这个时候会导致出现 艾滋病 乙肝 饼肝 等等的传播 总结起来呢 药物滥用会导致一个人出现 大约四方面的问题 首先会出现药物的依赖 一个人的行为就会出现 依赖 再依赖 再阶段 这样的恶性循环 那么他的生活就逐步的推向了黑暗的深渊 第二个方面 由于依赖 他的健康会出现改变 从头到脚 从心脏到神经系统 都会出现明显的病变 第三个方面 就是对社会带来的问题 使用毒品会带来大量的违法犯罪 那么对我们的社会的经济发展 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呢 当一个人使用活性物质 对他个人 对家庭 对我们的社会 对经济发展 都是非常不利的 这次的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